有一个女生从四十楼跳下来 她要自杀 但一跳下来就后悔了 于是她祷告 老天啊 救救我吧 任何条件我都答应 这时候一只手从三十楼伸出来 一个男人抓住了她 男人说 我要跟你炒饭 这个女孩子不从 打了男人一巴掌说 无耻 这个男人就放手了 这个女的往下掉 但是她又后悔了 又祈祷 天啊 救我吧 任何条件我都答应 这时候一只手从二十楼伸出来 一个男人又抓住了她 男人想 我要跟你炒饭 女男又打了她的一巴掌 骂到无耻 结果这个男人又放手了 他又往下掉 这是她真的后悔了 天啊 救我吧 这是我真的任何条件都答应 这时候一只手从十楼伸出来 一个男人抓住了她 女男 这个女的定睛一看 哇 比金城武还帅 这个女的讲 我愿意跟你炒饭 男人打了这女郎一巴掌 骂到无耻 就放开她的手 这个比喻啊 是无常 便不是所有男人都那样 便不是所有的男人都那么蠢 其中还是有一个聪明的 你写了密教以后 你就知道 密了日巴 他为什么能够进入 法尔本来 你仔细看张成基博士 他写的密了日巴前集 这本书你看了 你就会尊敬密了日巴 毕竟 他是一个奇男子 非常特殊的 一个男人 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是那么蠢 其中也有很多神圣的 所以这个世界上 很多事情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修行人 自以为珍贵 你就要做到真正的珍贵 你才是如来的三宝 你如果没有做到如来所讲的 这样子的珍贵 你根本就还是世俗 你要当佛法生三宝 要怎么做 今天已经讲了 我们每一个自己珍惜吧 奥玛丽贵命 欢迎许多可待 ! !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